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各国快马加鞭研发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共有70种疫苗在研发中 即中美两国进行人体实验阶段后 欧洲也跟紧脚步 英国牛津大学正执行欧洲首起 全球第三起武汉肺炎疫苗人体测试 共招募到1110名志愿者参与 该实验获英国政府大力支持 赞助研究经费2000万英镑 约薪台币7.4亿元 牛津实验团队正已成功研发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MERS疫苗的相同方式 进行实验 他们表示有八成信心疫苗会有效果 预计九月生产一百万剂 目标今年秋天能广泛推出 基因国之后 负责审核疫苗的德国联邦机构 也同意德国生技药厂 进行武汉肺炎疫苗人体试验 第一阶段将有200位健康志愿者接种 测试疫苗安全性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危机 世卫组织也联手法国总统马克宏 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等 多国领袖与民间部门合作推动计划 加速武汉肺炎试剂 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与分配 希望使抗疫工具能够普及 而原本是世卫最大资助国的美国 因总统川普宣布暂停提供资金 也表明不会参与这项计划 优优社综科报道